共识沙龙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聆听今晚的对谈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曾经被官方清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近代中国的历史主线曾经被描述为反地反封建 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曾经被定性为腐朽没落 七十年下来啊大陆国人的历史观价值观因此被塑造的极具特色 著名历史学者马勇老师在近三十年探讨晚清史的时候 啊与过去的历史啊过去的这个革命叙事啊有了很大的区别 就是不再从革命者视角叙述晚清的史事 而是从清王朝视角从王朝史观啊重构叙事模式啊 马勇教授凭着一种对历史的温情凭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啊 始终进行着这种历史还原和矫正工作啊 马勇老师啊已经为啊我们三龙群友分享过他的晚清世书 康有为李鸿章胡适啊等这个历史专题 今天呢啊他要为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这个慈禧 慈禧太后这位在过去啊上百年被标签化的历史人物啊 被康良师徒视为万恶之源在很多文学和影视作品里也是一个妖魔化的存在啊 而且现在吧就不让翻案啊或者说不让提出不同的声音啊 马勇老师在晚清世书啊就是革命那那那个那一部里写到啊 慈禧太后光绪帝在过去上百年被严重虚化了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的旧细码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清朝作为消失的过去啊最没有话语权 没有任何办法为自己的结束辩解 马勇老师还说历史研究者啊应该很严厉的检验 每一条有关的史料应该最大限度的利用那些近距离接触过慈禧太后光绪帝的人留下的史料啊 总之吧 马勇老师从全新的历史视角引领我们重新审视慈禧太后 呃在马勇老师看来啊 慈禧并不简单 是我们过去所认知的那样邪恶 那样的不可理喻 慈禧太后73年的人生啊 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的探寻和反思啊 好的 接下来啊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啊访谈 呃今天收集的问题啊 很多啊都是来自咱们的沙龙群友啊 这里先感谢一下提供问题的啊 沙龙群友啊 谢谢大家的鼎励支持呃今天这个访谈的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慈禧与公亲王合谋发动了新右政变啊 从而改写了清朝历史 呃我就想问你马勇老师啊 您觉得如果慈禧和这个公亲王淑嫂啊 失败了的话 那么历史啊 他又将如何的改写呢 那就历史的走向他又将如何呢啊 谢谢 谢谢小周 也谢谢共思沙龙的各位朋友 嗯 在这个沙龙上我已经给大家见过几次 那么今天呢是讲慈禧太后 那么是用问答的办法 那么在这些问题呢 也提前也没告诉我 那都是小周在准备的 那么第一个问题 其实这是在讲的 就是慈禧太后和这个公亲王一新 他们在1860年 就是在那个就是英法联军的事情解决之后 他们发动一场政变 就是第二年啊 实际上是新有年 就是一 阳令就1861年 那么这场政变呢 就是嗯 就改写了 完全改写了历史 那么这个我过去我讲 可能这次改写就相当于我们当代史当中的 在四十年前 四十多年前的那件事情一样 而且这种操作的情形也很像 历史呢是在不断的重复着 不断的这么在一种 一种这个就是 嗯 类似性上在发展 当然因为它本质上的差别了 那么当然这个假设呢 是不好假设了 就是毕竟它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两次都是很成功的 而且给后来的中国也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那么当然如果是一定要去推演 去说这个历史复盘 就是复盘之后 如果比如说 此一代和龚青王当年 在1861年的这场正面当中 假如失败了 那历史怎么走 历史肯定是按原来的轨道走 你们看到就是我们看到 苏顺看到他们这几个就是 呃 咸丰在活的时候所任命的顾病八大臣 就我个人的研究是 我觉得顾病八大臣呢 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应该代表了 咸丰的真实意思 并不是一个 焦招造成的 代表咸丰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这八个大臣呢 应该是可以按照 咸丰的路径走下去 那么咸丰的路径是什么呢 其实咸丰的路径是没有路径 因为我们看到咸丰从自卫之后 一直在应对 这个西方的压力的时候 其实咸丰是毫无 毫无作为的 过去我们那个 毛涵老师写过一本书 叫《苦命天子》 描写着一段 这个就是咸丰的这么一个 一种状况 其实咸丰呢 在接续就是在道光之后 在中国的这个就是 在中国面对的西方的压力 和一和团 和这个什么 和太平天国压力的时候 这个咸丰是基本上 没有 西方是基本上没有一个 这样一种 这个震荡的这种选择 就是他的选择的路径 就是一个 比他低还要保守的一个路径 就根本不知道 往哪个方向走 就是在1842年之后 开启的五虎通商之后 其实中国的路径 已经很明白了 就是说大概只能是 跟上去 跟上西方的这么一个影响 来把自己的工业化启动起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从道光朝一直到先锋朝 其实这个事情都是给耽搁的 我们各位如果去读一读 读一读蒋廷福的相关论述 蒋廷福在这个就是在中国近代史 在他的相当的多的作品当中 都对这一段的耽搁了20年 就从1860年往前推 耽搁20年 非常惋惜的 蒋廷福不止一次的讲到这个问题 可能如果一定要假设的话 要假设就是说先锋 呃 指护的路径 在八大城 顾名八大城的这个就是 这个这个继续 操作下 继续走下去 大概可能就是什么呢 就是 呃 很难获得一个巨大的这种改变 当然这个时候也有一点 有说变化 就是说就是北京条约已经签订了 就是北京条约签订了 也许可能会有某种这种空间 但是 但是 总体来讲 不可能像政变之后 这么走对这么一个更大的步伐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在先锋活的时候 那就是天津条约签订之后 中国的犹豫 中国的这样一种 出而反而 其实也是后来引发1860年战争一个原因 说这个大概这个问题呢 我想就简单的说这么一点吧 谢谢各位 感谢马云老师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洋务运动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开放 在这场运动中啊 我就想问一下马云老师 这个慈禧啊 他发挥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 谢谢 1860年开启的 这个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运动 也是也可以讲第一次 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 那么这场运动呢 当然给中国的面貌带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就我们过去我在 很多时候我都讲过 我们过去很长时间 我们马克罪史学家呢 是对这个洋务运动是持批判的立场 就其中那些批判立场都对的 但是呢对洋务运动所给中国带来的这种工业化的进步呢 估计的偏低了 我这一年我就在想呢 我就在研究 我讲可能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到 他的这一场工业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根本改变了 就终于迈出了工业化的第一步 就中国的工业化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就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讲 加武战争导致是中国说前年未有之巨变 那是因为马关条约之后导致了一个格局性的变化 但是如果没有前面这个几十年的工业化的进步 也就没有后来这个加武这个这个冲突 也不会有后来这些东西 就这个逻辑的因果关系在这 那么在这场运动当中 我们怎么看待西太后的这个贡献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我想就刚才小周讲到时候 我就突然想起来 就是我们去读 读这个读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非正清 去读非正清的晚清史 非正清的晚清史里面的关于这一点 有一个很详细的描述 他认为西太后在中国的洋务运动这场 改变中国面貌的这场运动当中 西太后的贡献呢 不应该低估 他说西太后作为一个最高的统治者 其实他清醒的看到了 清醒的看到了一个什么呢 看到了中国的变革 只要 只要推动第一场变革 推动第一步变革 一定从 第一个变革走向第二个变革 走向第三个变革 就是变了家一定变一 一定会这一连串的这个 连锁性的会发生变化 他在这两次一代后可能是 我们后来击鼓他 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女流之辈 觉得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就是说这种 应对 被动的应对 一个 一个一个这种应对 大概你看各位去看非正清的研究 非正清当然里面主要是那个谁 那个另外一个学者单独写的 就是自强运动了 中心 通知通光中心自强运动 如果各位去看那里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一点 这次一代后 这一代领导人 其实在当时这个就是 一方面呢 就没有 没有像日本的民主卫星走 打开这么一个 一个很更广阔的一个世界的思路 有很本质的局限 就是对世界的认知 对西方的认知 对工业化的发生 工业为名的发生 所以然后那一代人有根本性的局限 但是我们也同时要看到一条呢 就是 这一代后对这场变更 所引发的一连串的变革 就是说 从不仅仅是一个尖传利炮问题 就尖传利炮所带来的 一定有中国的法律 制度 教育 社会 文化 各方面的一连串的变化 所以这点我们想可能是 这一代后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他作为一个最高的 最高的这种否 就是不是角色者 或者就我们后来讲的 讲当代改革当中 他可能是最高的这种 这种拍板的人 那么你可以看到他应该有 相当的心理上的这种准备 比如比如我们批评过去讲 批评中期西伦 那么知识在强调 他局限了什么 就是洋务运动在发展到几年之后 其实中国就在向法律 向制度方面进行调整 那比如后来引进的 就是万国公法 大概1860年代中期 就开始引进了万国公法 之后呢 就是同文馆的这种 不断的扩大同文馆的内涵 总理衙门的奢侈 外交事务的开拓 大概这些东西 可能我们看到在 此一代后当政的这个 这个几十年当中 中国的面貌 在洋务运动当的面貌 应该说还是一个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那么这个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 说我们我们我们讲 我在很多时候我讲 其实就是这个时代 就是此一太后时代 那这个时代就是此一太后 在作为一个最高的角色者 最高的否定者 否决者 那么他的贡献呢 不应该低估 大概这是这一层意思吧 感谢白玉老师 对上面那个问题的回复 下面是第三个问题 史学界有观点认为 慈禧太后并没有一直 想要控制这个皇权的野心 他几次三番里提出 让光绪地掌权 请问这个白玉老师 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和这件事情啊 有人认为呢 光绪地之死与慈禧有关 您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谢谢 这个其实主要还是我的看法 就是大概在我演出之前 好像还没有人这么去讲 慈禧太后 没有控制皇权的野心 大概之前的很多的研究的 都是从这种 就像慈禧太后呢 这个今晚是个女流之辈 仍然有这种贪婪 有这种权力的欲望 就是后来我在做这个研究 是我就 我就有几篇文章 我就讲到 可能我们不能这样去 估计慈禧太后 因为事实上表明 慈禧太后呢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女主 作为清帝国的 这个最高的 最高的这个单家人 其实他对这种政治 对这样一种 特别建议他的特殊的 这么一种促进 一个这种二十几岁 手寡的一个这种 这种状况 那么当他的儿子 能够担负起 大清帝国责任的时候 他还是让开了权力 他写他就是和同志的关系的时候 就是同志大概在十七岁 这时候 这一大会一点都没有余的 就把权力 就让给了他的儿子 让同志皇帝呢 亲政 而且他让他比较 感脆比较利索 就并不是想着去 把他 因为是他儿子 是他亲儿子 他就去管了 他让他很利索的 说这个在我 这个相关的研究当中 我就讲说 比如说 后来同志皇帝 这个修三海 冲修圆明园 冲修圆明园的时候 和宫天王发生冲突 你可以看到 当时和宫天王发生冲突 其实已经 这时候都没有 慈离太后什么事了 就慈离太后把权力让给同志皇帝的话 实际上是转移的是比较利索的 当时这个是比较利索的 可能这时候我们就看到 应该就看到 这个慈离太后对权力的 这种 这种东西 可能要做一个重新估计 发生一个大的问题 就从从志皇帝亲政之后 不久 又就 就去世了 那么这件事呢 对慈离太后 对这个 清帝国的政治运转 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而这个影响我们知道 就慈离光 通的皇帝 其实是因为 因为这种 遇人不舒 去这个 染了这种脏病 那么这种呢 可能是 慈离太后呢 是非 心里面是非常的 非常的不舒服 不愉快 那么这也对自己呢 有一种 有一种这种 自责 就自己的儿子 冷成这个样子 就有点自责 但是呢 毕竟清帝国是 是他的夫君的 是他儿子的天下 是他丈夫的天下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 在同志皇帝去世之后 在选择 新皇帝的时候 其实 大臣们 还是很大成长 尊重了慈离太后的立场 就慈离太后讲到 这个时候 成人 就是不可能再生育了 因为他是一个守寡嘛 那么这个时候就说 如果是一个成人的皇帝 过去一个成人皇帝 年龄偏大的 那么慈离太后就不同意 慈离太后希望能够 能够就是 过去一个年龄呢 就是偏小的 那么这个偏小的 我在我研究当中 我想我们可能要去观察 要去思考他的理由在什么呢 他的理由就在于说 他的第一个 亲生儿子的教育是失败的 那么历史应该 给他一次 再一次选择 给他一个机会 说这样就不过继了 是他的 他的 他婆娘的 就是他弟弟 就是春庆王的儿子 年龄的 从来年龄来讲 就是他妹妹的儿子 就是这样就找到了光绪皇帝 就光绪皇帝 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做了这个 做了皇帝 但是光绪皇帝就是很小 说这样就从这儿 从小开始培养吧 开始培养呢 你可以看到光绪皇帝的培养 在这个里面呢 过去那些史料的解读 史料的解读 特别是清代晚期的这么一种 媒体的开放 各种这种那个就是记录都有 但是我在研究的问题 我比较看重的就是光绪皇帝的 几个老师的记录 比如乌冬河的日记 我们就看乌冬河的日记 你可以看到光绪皇帝的培养 乌冬河和光绪皇帝的关系 在这里面才表达的是一个比较正面 就光绪皇帝记录的同志 同志皇帝的去世 光绪皇帝的这个 这个 接替 一直光绪皇帝的同年 幼年到青年时期的教育 可以看到乌冬河在这里面的 他的关怀 关爱和他的这个 要求 那么这样的光绪皇帝 到了1888年 这个成年时候呢 光绪皇帝的亲政问题 又提上了这么一个日程 就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我就从此和光绪的关系 如果各位去看的话 可能我在那篇文章我就讲 按照慈离太后的本来的意愿 就他儿子 他这个过激来的儿子 也是儿子了 洋域之恩 大域 生域之恩 在我们中国史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就光绪皇帝在这个1888年 要亲政的时候 慈离太后 七天一年 就做了交代 就是选择一个 把权力的完整的 移交给光绪皇帝 他儿子大了嘛 就应该这个皇权 回到 回到他的正 正当性上去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就发生一个偏差 这个偏差呢 就是在1887年的时候 就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发生一个什么偏差呢 光绪皇帝的爹 陈亲王 光绪皇帝的老师 翁同和 以及一系列大臣 包括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一系列重臣 重臣都反对 此一代后呢 完全把这个 把这个责任 这个卸掉 他们不是认为就是说 光绪皇帝不可以接班 而是认为光绪皇帝 接班没问题 但是呢 此一代后呢 这个时候不应该 上来就把 就把这个什么 全部是完全不管 就像当年这个 国度给这个就是 转 把权力转移给 同族皇帝呢 就一下子转弯 说这个呢 可是到后面 导致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我在过去的研究当中 我也讲 因为这个时候 中国的皇权 从来是天无二日 国无二足 皇权的一元性 是从 我们从看 看代的政治 一直走下来 皇权的 第一元性 非常重要 那么差点在 1888年 在这个时候 就是当时 在这个包括 陈亲王这些 大臣们这个要求 这一代后呢 就是 就等于 就接纳了 一个这种 过渡心态 过渡心态 在皇权皇帝 在88年 清证中 成了一种 双头政治 就是这一代后 在这样 开始有 也有 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 就是 掌握 一部分权力 皇权皇帝 这边掌握一部分权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1888年 到1894年 这么一个 漫长的时间段 当中 其实就是 中国政治 相当的不协调 而且我们去讲 就是说 所谓 所谓 帝党 所谓 后党 也就在这个 过渡期 出现了问题 那么到1894年 1894年 到甲午年初的时候 和战争 毫无关系的时候 此一代后 又正式的提出来 就大概是发现了 感觉到了 这种政治的不协调 光权皇 此一代后 就在 年初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从年初一开始 他所发布的 一系列这种政策 都是要准备 完整的退出政治 把权力呢 完整的交给 这个 这个 光权皇 对研究 加勿战争 研究这个 这个就是 加勿战争的事情 我就讲 我加勿战争 中国之所以 打成这个样子 最主要 最主要的原因 就因为在 李鸿当的 内心深处 就有一个 这一年是一个 政治权力的 这个 转移的一个 大的年份 所以这个呢 在我的相望 研究当中 各位可以去看 我是我在讨论 这个 这个就是 光权皇帝的权力 这个 这一代后的权力 这种转型当中 没问题 那么后来 一直到后来 到戊虚 大概都不存在了 我们原来 设想的问题 那么当然到后来 也出现某种程度 在戊虚政变 发生以后 但是这另外一个问题 戊虚政变发生之后 母子之间 确实有过误会 有过争执 我们看到这一八九八年的 九月二十 一号以后 确实有 到一八九九年 一九零零零年 这个新年 都有 都存在 过渡到这个问题的 最后一项 就是说 光绪皇帝 在一九零八年的去世 和陈一太后 有没有关联 有没有这个就是 这种英国关联 就这点过去的研究呢 可能就说 这个特别是这些年的 青史委员会 做的一个 一个这种 这个科学的测评 例如科学手段 去检测 光绪皇帝身上的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毒 毒物 然后得出了 光绪皇帝 就被害死的 这么一个结论 就光绪皇帝 是严重的中毒 而去世 但是 我在研究 我觉得可能要承认 就是这个检测 是对的 光绪皇帝 的一物上面 一体上面 都存在的巨量的 这种巨毒 不是是事实 但是有次而推断出来说是和 是谋杀和 此一太后有关 这个可能是严重的不合乎历史的事实 因为这个里面的简单的 详细的展开 当然现在来不及了 就这一段已经讲了很长 来不及 我在我的研究 我让我们去 去复合一下什么呢 当时和在光绪皇帝身边 在此一太后身边的 这些高级官员的记录 这些高级官员流向了大量的记录 比如 陆传林的日记 比如这个 遇前大臣的记录 那么这些记录都 还有 还有光绪皇帝的病啊 就这类记录 你都可以看到光绪皇帝的病 就是一个自然死亡 这在清宫档案的研究当中 包括我们故宫博物院的 一些专家的研究当中 都早一就解释出来 就是不必用阴谋论去讨论 就是1908年 两宫去世 不是一个什么 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 更不成为阴谋 我们就读那个什么 读那个就是 谁的那个就是 就陪着这一太后去 流亡过程当中的 这个谁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他当时就在讲 这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 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 但是后来被这种 在一百多年当中 我们的阴谋史观呢 就把这个东西解释的 就是比较去曲解了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呢 可能要回到一个 历史的本身去讨论 要从这个 这种真实的史料去讨论 而不是到这种道庭图说 我觉得可能像 康尔维当时在美国 康尔维在光景皇帝 去了之后 立马就给 给这个美国政府 一个一个 一个电报 就要求希望美国政府 不要承认新的 这个皇帝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 道庭图说 就我们今天 中美之间的这种 联络 通讯方 这么方便的话 那么宫里边 中南海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怎么能够 我们在北京也不可能 立马得到 更不要说在美国的了 所以这个就是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就是关于 光景皇帝 这个刺激太后 最后最后的 这个阴谋 有来已久了 感谢马龙老师 对上面那个问题的解答 下面 就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 您如何看待 慈禧 利用义和团 对抗 洋人的这种行为 这是止血的无奈之举 还是他真正认为 义和团呢 具备抗击洋人的能力呢 或者说 他还有其他的 那些谋算 其实这个问题呢 也被那个 也被一百多年来 给搅的乱了 就知道真相 和我们现在的这种认知 可能是有很大的差别 我的研究 我有一个课题 就是义和团 战争的课题 那么就是在这些年当中 我也读了大量的 关于义和团的史料 就是在关于这场战争 中外交涉的史料 那明年呢 又是 就是这场战争 一百二十周年 那么可能 还会有一本书呢 要出来 那我在讨论这个事情 我讲 可能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义和团的 这个中外的冲突 在一九零零年发生这么大的冲突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这个 嗯 戊戊政变的后遗症 就戊戊政变发生之后呢 它却导致了一个很大的 就是这个就是 就是两宫之间的 这种不协调 别是呢 就是匆匆忙忙的 把这个六君子给处死 那么康越为呢 两几朝就流往海外 这一系列就是 当时的人物流往到外面去 那么这样的就是 清廷内部的话语 成为一个话语弱势 就君就怎么回事 大家都不太清楚 都没不知道这个真相了 而且这个就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 康越为在海外讲的 就是他们保大清 保皇上 来拯救中国 对这个多大程度 是个真实的 那么政变呢 康越为给梁九条 在海外又是否认 否认就说 因为清政部指责的是 康越调策动 反对崔太后的政变 但康越在海外 一直否认这个问题 一直到了 到了这个新加革命的时候 他们都是 不承认这个东西 但后来很 很早的研究者就指出来 就指出来这是一个 主要还是他们发生政变 那么这样的就是 无需之后的流向了很大的会议 就高层的分裂 高层的分裂呢 就使什么 就是大臣们 就选边站 就一波大臣就选择了 就是说站在了 站在了 齐太后的这一边 就在1899年 这么一年的时间当中 确实清庭里边 有一个很大的分裂 另外一波大臣呢 就确实很坚定的 站在了光绪皇帝的这个立场上 就是光绪皇帝这时候 大概 我过去研究 我觉得可能光绪皇帝 确实在1899年 觉得就不要 不要干了 不要当皇帝了 所以你看 1899年选择大阿哥的时候 所以光绪皇帝不仅 这时候才刚刚28岁嘛 光绪皇帝 这个同意选择大阿哥 就同意在某种程度上 他就淡出了 但是我们看到 就是他并不愿意 让在皇帝再从他家出 那么这时候 实际上这里边的 他一个立场就是什么 就是他觉得 他就说 当他不能向齐太后 明确解释 他在1898年政变当中 就是在颠覆 齐太后的政变当中 他究竟是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他解释不清楚 那他选择了就说 我只能说 以自己的这种 完全弹出 来表明自己的心机嘛 这样呢 是大臣们才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就出现了 很大的问题 突然就有一波人选边战 那么这样 当大阿哥出来之后呢 端君王 来成为这个 政治上的这个主导者 端君王开始在组阁嘛 在成立新政府 那么这样光是王帝就淡出了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呢 中国的政治在1899年底 1900年初 我们可以看到 就走到了一个比较 偏的上面去了 那么这个偏的上面去了 当然也有什么 也有几个这样一种 就是说 后来在新途议和之后 被指定为召过大臣的人 后来当时外国人和这个 我们的和中国的大臣们 像李宏章了 这一波人就说 这几个招呼大臣 这几个招呼大臣呢 我们今天应该很公平的去讲的话 他们确实在 中外关系的问题上呢 他们走偏了 他们在这个时候 就实际上是在利用了中外关系 挑逗了这个中外之间的冲突 那么刺激大臣在这个过程当中 刺激大臣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实际上在这时候 他就因为选了大哥 选了端军王 刺激大臣也就 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 这种回选余地可以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1900年春天 那么地和团在 在山东益出以后 那么山东益出 当然也是个复杂的问题 就是从山东益出之后 到了直立 到了京津 就是到了京津 之后再进到北京来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特别我们中国的许多写作者呢 就认为这个时候 刺激大后呢 就利用义和团 好像利用义和团的这种排外 和外国人打斗 这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 站在今天的现实政治的立场上 这么去 接着历史去这么封京 我知道可以理解 比如我们有一句个名言 什么上面还是 刺激大后下面还是一个团 这种可以理解 其实它和历史的真实 完全不 不沾 它不沾的原因在哪呢 刺激大后在这个 1900年的春天 在袁世凯到了山东去 采取软硬梁首 来拼习了山东境内的一个团之后 其实在高层政治当中 引起了极大的反弹 就是高层政治当中 这时候就是山东 逆出义和团 义和团被赶出山东之后 在山东发生了 就是普格斯事件 这样的就是高层政治当中 就是发生非常大的麻烦 说这是我们去读读 这个时候就普格斯事件之后的档案 你可以看到 刺激大后确实在 是不是像袁世凯在山东那样 在全国范围内对义和团 赶尽杀绝 像袁世凯那么去坚定的去做 刺激大后在的时候确实很犹豫 那么刺激大后犹豫的理由 我们也可以看到 刺激大后的犹豫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些义和团也都是 也并不都是坏人 他也是大清帝国的子民啊 那么就是这个时候你说 就对着大清帝国的子民 你又采取就是按照列强所讲的 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就是这个列强 各国公司所要求呢 采取坚定的镇压措施 这就是期待后在 1900年春天的这种犹豫 那么这个犹豫呢 当然都是给的时间非常短暂 就是他的犹豫呢 导致迅速是滑北的局势 是精进的去积极恶化 积极恶化再加上获了一系列的这种误会 就是中外交涉的误会 等到北京的 北京的发生的就是 北京发生的就是 这个是那个德国公司 克林德 被这个杀死 杀死之后 中外的交涉出了这样一种 不通畅 另外天津呢 就是大国口炮台的丢失 也使呢 朝廷有个误判 是采取坚定的 这个时候光君王帝也在 也在介入处理这些问题 使他们呢 对天津的局势 有一个误判 那这个呢 我在去年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关于大国口炮台的这个 和关于那个同文诏书 宣战诏书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有个讨论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采取坚定的 在和义和团结间的关系上 大概我们还不能讲 他是利用了义和团 去抗击外国 像那种传言的什么 他相信义和团的这种神功啊 什么东西的 大概都不太合乎历史的真实 都有点太八卦了吧 就在因为现在 清帝国的这种义和团的党案 在清史委员会的这个主导下 这些年来 整理出来很多 包括清宫的元党 但都引用出版了 几十本都引用出版了 那这些资料当中 你可以慢慢去排比 你发现了清廷 思义在后 在处理和义和团的关系上 他的最大的犹豫 就在于这些人 都是中国的 就是也是底层 来自底层的这个老百姓 那么他们义和团 义和团神大道会 他们所指向的呢 是那些信教的教民 所以后来清帝国在最后 都在外国人谈判的时候 在强调新的谈判的时候 强调的就是一个名教中毒 而外国人也承认这是一个名教中毒 就名教中毒 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就自己来说在处理上 有偏差 有失误 但是很难讲 感谢马永老师 对上面那个问题的解答 下面这个问题 涉及了李鸿章 就是李鸿章 他因为签订了这个马关条约 被辞起降职送往江南 有人认为 如果李鸿章在北京 凭借这个李鸿章 他的这个政治影响力 以及他跟各国的这种关系 可能就不会发生 后来的就是 像这个十一国宣战的这种结果吧 请问马永老师 您觉得这种观点如何呢 李鸿章呢 是在马关条约前进之后 这个我们过去讲 好像是被贬值了 给这个撤职 其实这个理解是可能合不 因为一八九五年 你签订了马关条约前进去 回来这边里面就算了两伤 当然明年背景 特别是清流 背景的脂肪也很多 那么李鸿章在这里 确实就成为半个代价 成为这个鲜 是鲜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我在过去研究马关条约前进去 还比外交史料在看他在日本的谈判呢 也都不是说背离的朝廷的这个中国的利益 背离朝廷的指示 没有擅自做主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 就是朝廷 就是清流对李鸿章有很多很多的非议 因为当时的中国政治就是派系政治嘛 就是皇帝之下 各个派系 各个山头 各个其他派系有争议 但是在此一代后 在光绪皇帝 在公秦王 在这些 真正知道核心机密的大臣那里 李鸿章的地位并没受到影响 所以这样我们才能看到第二年 第二年就李鸿章呢 就受命 就做了中国的这种偷等钦差 到这个俄国去祝贺沙皇继位 之后呢 顺访了欧洲美国 这是很重要的晚清 最重要的一次这个外事活动 李鸿章的外事活动 也是大清帝国的大一批大员 第一次到海外去巡访 这个可以看到李鸿章的影响 并没有发生问题 那么到了1898年的时候呢 李鸿章这个时候就是在 在这个就是 在这个就是政变发生之后 李鸿章就外放到了 1899年吧 就外放到了广东去了 那么到广东去呢 这个时候当然就离开了中央 离开了这个离开了朝廷 去做了两广总督 那么两广总督呢 这里边就是历史的这种基本巧合了 那么他是晚清最重要的外交官 首席外交官 那么这样到了广东去呢 北京就发生了这个和十一国宣战 我那篇去年 前年发表这篇长文章呢 我就讲 像十一国宣战呢 可能不能理解为是个宣战招书 我觉得应该理解为是中国的外交姿态 特别是慈离太后的外交姿态 那么这里边我在那篇文章有详细的这个解释 为什么去理解 当然了就是说不能理解为他是一个宣战招书 因为当时主要是玉露在这个殖利总督的阵上 那么就是大国炮台丢掉了 玉露给朝廷的报告 他报了一个就是说 现在列强要求要大国炮台 那么他没有报告呢 大国炮台其实已经沦陷了 那么在那里边我有个详细的分析 那么这样的十一代后和光继皇帝 特别是十一代后 正在召开的预先会议上 因为北京行政非常紧张 在召开预先会议上 此一代后就是要求发布一个同文诏书 给这个十几个国家 加上这个就是总税务司这 就是如果你们坚持要大国炮台的话 你们就下棋走人 所以这个我们过去讲的是叫做宣战招书 而且外国理解也叫宣战招书 外国人认为因为在这个问题同文造会 刚才那一段没有声音 那个 我再重新讲一下这个 因为我将李红章留在北京 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当时有一个这种 为这个一个编造的一个造会 就是说要求要求让慈离太后 这个让位退出政治 那么这当然是慈离太后非常愤怒 那么再加上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列强 这个慈离这时候预录的这个报告 大国库的事情一系列问题导致了慈离太后呢 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很愤怒的 所以我们看到慈离太后在这个时候把 就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就是 把这个就是那个 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五个大臣都杀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理解的 就是就是李红章留在北京 也仍然不可能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去理解 这个李红章在到广东去 这一种历史的这种机缘巧合了 就他留在北京 就像留在北京 他要么就不说话 要么说话呢 他的结局也不会好 因为这个时候毕竟慈离太后 出在一种很愤怒的状态 而慈离太后你可以看到 这时候就拥有生杀与多之权嘛 他就这种就是说 他那几个大臣 像原唱了 立山了这几个大臣 徐景成这几个大臣被处死 后来等到新土条约谈判之后 给了几个人恢复名誉 说当然当然当然 当然李红章留在北京 李红章可能也不会像那几个大臣 这样坚持如何如何的 因为李红章毕竟 实质中 这个就是在官场这么多年了 修炼了 大概他不会这么去想 所以这样可以看到 李红章留在北京 也不可能阻止这个 慈离太后的这个抉择 说这可能是我们就理解的 这个问题吧 好的 感谢马路老师的这个补充啊 下面这个问题啊 是涉及袁世凯和荣禄 那个慈禧提拔和重用了袁世凯 凭借了慈禧那老道的政治经验 难道他又不担心将来啊 清廷啊控制不住袁世凯吗 嗯 荣禄啊 对于此起而言好像有点特别啊 那么请问马路老师 这个荣禄啊 他到底啊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啊 谢谢 涉及到晚清史上的两个重要人物 那个荣禄呢 荣禄呢就是这些年的研究 像我们研究所的马中文先生呢 做得非常好了 就是荣禄可能和我们过去传说当中的整个形象完全都不一样 我们过去在在在这个之前的认知当中都认为荣禄是一个一个绝对的这个守旧派 是站在保守的一面 其实现在的研究可能看了不是这么回事情 就荣禄在晚清的政治变革当中 在戊虚一直这个这个政治变革当中 大概可能都不是这样这么一个一种状况 另外荣禄和慈禧太后之间的这个八卦的东西 可能也并不是真实的 就这个呢 这个题目呢就是这个马中文先生也有很好的研究 各位可以看他那本书那个的讨论 那么杨禄凯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 那么杨禄凯主要后来呢又因为 因为这个就是 因为这后来地质复辟 民国时期的地质复辟 那他的这个形象呢就完全的这种 就给给给改变了 但是我们看到晚清到民国 这个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 袁禄凯的意义就是那么四个字 非原魔书 这个非原魔书呢 其实就表明袁禄凯在这个历史大变局当中的 这个真正的价值 他的价值就是说 他确实在晚清的官场当中 是在李洪章之后 真正对世界发展有认识的一个大臣 所以我们过去讲的几个东西呢 特别是把那个 以戊戌当中的袁禄凯的这种告密 把它高度的这种夸张 那使这个事情呢 就是一系的逻辑关系 一系的逻辑关系都发生了这种问题 比如说亚里卡告密 那么亚里卡告密 马上到这个结果 就是光继皇帝在临死 就要去杀 仍然就杀这个 要杀人的客人 所以这个里面呢 后来经过一系列这种演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溥仪的回忆录 我的天半生里面 仍然是在讲那个东西 就这个故事 但是我想 就因为像这类似的故事 在溥仪的回忆录当中出现 所以我后来我在研究 我讲溥仪的回忆录 其实很不可信 他早期的回忆 他关于他早期的回忆 他相当不可信 他不可信 他也是道听突说 那么这样的 我们去读 读溥仪的爹 读这个深圳王 宰封的日记 你可以看到 就是袁日凯告密 说是基本上不成立的 就没得回事情 那袁日凯的日记呢 袁日凯的这个戊虚日记 里边也是这么 也可以排比出来 袁日凯在我的戊虚当中的 这个过程 就拿袁日凯的戊虚日记 和第五年的这个日记 和各种史料去排比的时候 就能够看出来 袁日凯在1898年 在这个违心的最后时刻 最后几天 他的这些作为 那当我过去 我写了一篇文 袁日凯有密未告 我讲袁日凯告密 是他作为一个高级干部的一个 政 一个职子 他不存在的一个背叛什么违心党 背叛康梁的问题 康梁又不是个绝对正义的了 那么就是不存在一个背叛问题 不存在人格而已问题 因此我们才能理解的在 为什么在戊虚之后 袁日凯的升天没有受到影响 袁日凯升天就在戊虚时期 升到了副部级 之后到了1899年 那么在列强的要求下 1899年列强要求就是换掉 在山东巡护 就换掉了 列强就指定 让袁日凯去接替 山东巡护 这样他就从 在一年的时间就从副部级 转到了正部级 我们看到他这个 这个进步 之后呢 在1899年到 到山东去上任 之后到了 再往后 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吧 之后就出任了 治理总督 就成为一个 一个就是 治理总督呢 就等于什么 就是一个是这种 中大清帝国的第一 第一种总督了 就第一种督了 是最重要的 而且不仅是 不仅是第一种督 关键是负责中国的外交 那之后呢 在后来在少后的 这个政治变革当中 新途之后的政治变革 成立这个外务部 袁日凯又成为 外务部的第一任 这个就是上述 所以在 在之后的这个政治变革 你看03年04年 这个就是在日俄战争 过程当中 我们今天去读 袁日凯在这个过程当中 诸葛 新政过程当中 袁日凯是朝着的建议 到后来就是 后来这个建政改革 1905年 吴大臣出阳考察宪政 一直到后来 1906年 推行预备立宪的这个过程当中 袁日凯的奏则 现在在他全体当中 都树立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袁日凯就是晚清政治 在李鸿章之后 一个最重要的大臣 所以过去我们那种 很多这种妖魔化的 这种去讲袁日凯的话 那其实这是什么 这是结续了 过去就是那个 就是过去就是民国时期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延安 对袁日凯的认知 而那个时候认知呢 主要是基于就是 这个就是 红线地质的原因 谢谢马永老师的解答 下面这个问题是 从慈禧啊 他大概好像十几岁 被损入宫中 成为这个咸丰的一个嫔妃 到他26岁首寡 再到后来啊 呃 呃 慈安太后去世啊 慈禧就是大权独揽吧 呃 马永老师能否介绍一下 这个慈禧的这个个性特质啊 呃 其中哪些特质啊 与他日后啊 在王朝大事的这种决策上 起到了一些 比较至关重要的作用 啊 谢谢 慈禧太后 对这个就是 经历大家都比较清楚 就是说这种 从功率 一个就是 这种上升上的 而能够上升的根本原因 就是不是那种八卦的什么阴谋啦 什么这种 就是这种那个去 刻意清净先锋 都不是这个东西 他就是中国历史当中 很典型的就是 就是母一子贵 就他生了一个儿子 而且又是什么 是先锋皇帝的唯一的儿子 就是母一子贵 那么之后呢 他就当然因为他是他的儿子 成了皇帝 那么大清帝国呢 也就成为他们家的事情 这就家天下嘛 只有通过宪政改革 成为公天下的时候 我们才会讨论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 每一个人的权利 在这个时候就是家天下 家天下的背景下 这个慈离太后就是大家长嘛 就是我们看到 红楼梦里边大家长 他就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呢 他就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替他两个儿子 在把关 之后呢 就像他的两个婆家的弟弟 公亲王 公亲王 纯亲王 帮助他打理天下 打理朝政 人家都可以看到是他们家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慈离太后我们可以看到 他年轻的时候这种东西 就是当然这种 这种什么 性格的这种东西呢 在中国史料当中 就太少了 就是性格的记录太少了 就是因为他们也没有 没有自己的这种口述历史 那么就是这样 也没有这个更多的这个 这个文献 来表明他的史料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类似的相关的这种 记录当中 你可以看到 慈离太后是一个的 大概我想可能从一个 政治家的立场来看 他是一个很很果断的 并不是一个婆婆妈妈的 这样一种一种 这种那个感觉的 就是遇到问题 遇到问题就是 敢于承担责任 敢于决策 那么这里边的我们 比如说在1884年的 这个就是中法战争 进行过程当中 这种改租军机处 这样重大的事件 像1894年的 这个就是 1894年的 贾乎战争的这种 一些几个关键点的处理 后来到1900年 这一系列的这个事件当中 你可以在这些重大事件当中 都可以看到 慈离太后的这么一个 就是他的这种果断的一面 当然果断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 比如说贾乎战争 那就因为他过生日 这个这个秦帝国的决策 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之后呢 就是这里边也可以看到 他有他这种问题 但是呢 这些问题都不是根本 都是根本 就是应该看到 他的这个性格上当中 你就我们去读 和他交往的 读这个曾国藩 李鸿章 这种 刘奎一 张志动 读这些人史料 你没有对慈离太后 有什么 没有什么 这个负面的记录 相反 我在个人 我对研究这个问题的启示 受到的启示 我很大常常都不是 看那些八卦的东西 我很大常常受的启示 就是我过去 我在一篇文章 我讲过 去各位去读 那个是 这个顾鸿鸣的记录 顾鸿鸣在向西方人 在表达 慈离太后的意义说 他西方有个 韦多利亚女王 中国 东方有一个慈离太后 她慈离太后 成为一个伟大的 这种女主 你从 从这个 从这个 顾鸿鸣的描述当中 我们再去 重想象 重构 慈离太后的形象 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大概就是我在 感谢 马尔老师的解答 下面这个问题是 您如何评价慈离 作为一位女性政治家 处于中国历史 三千年之大变局的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她的这样的 纵横掰合的 这种政治能力 慈离作为女性的 她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 可能比较情绪化呀 或者有些非理性的地方 那么她的这些特点 对于晚清政局 她有什么影响呢 谢谢 无论慈离太后 在晚清政治特局 其实我们都注意到 她的女性的这个身份 那女性身份呢 我们过去中国的传统史学 其实对女性是一个 妖魔化的处理 我们去看那个 这个情史稿 看晚清的一些 一些这个就是 笔记小说 那么都是把慈离太后呢 就是很妖魔化的处理 就是情史稿 其实也是那个 就是对慈离太后 相当的相当的不满 那么在传统的中国史学当中 就是我想 可能就到 到这个 到我之前的一代 我们历史学家 可能仍然都觉得 慈离太后的当政 缺少一种震荡性 就缺少震荡性 像我老师都讲过 这种骗子思想 那么这都是一个 这都是一个男权主义 今天的话讲 可能就是 它还是一个清净 无为 以自己的无为 来换取大臣的有为 而不是以自己的有为 换取大臣的无为 就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就在慈离太后 当政了四十多年 当然他不是他当政了 就是他 实际上在他作为一个 最高的否决者 最高的这种批准师的 这个四十多年当中 他其实在很大成络 我们很少看到他在 他动议做什么什么事情 他在没那种 很大成络 他并不是他去动 他去做 那这种今天的话讲 其实至少 这一代后 在这种执政的几十年当中 他没有像一个男性 政治家那样 就很多很多的折腾 大概你说他不折腾 可能就是个不折腾 这样一种 一种性格 女的嘛 女的毕竟 她在这种 经历了各种 各种这个因素 感情的因素 各种因素 可能都会有这种原因吧 大概这一点 可能再来理解吧 谢谢马龙老师解答 下面这个问题是今晚正式提问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吃起他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识 您觉得就是像他这种层次的这个当政者 当国者会有什么特点和局限呢 呃 吃起啊 他影响了晚清中国呀 近半个世纪的啊 这个局面啊 您如何总体评价 他的这个历史功过呢 我是对这个领导者 最高领导者的这种知识结构 这个素养 心胸 我是看的比较重的 我是过去也有专题讨论 就是一个领导者的这种知识结构 他的这种涵养 会怎么去影响了这种政治的发展 比如看晚明的春春皇帝 春春皇帝折腾17年就把大明帝国给折腾 折腾没了 那么后来你去读这个史料 你会觉得春春皇帝就完全是因为这种 呃 知识性格 因为春春皇帝并没有接受过一个这种 作为皇帝的一个良好的训练 那么此心呢 当然也是这么一种状况 此心也是说 最初在这个早期训练当中 没有说作为最高领导人去训练他 那么就是作为这种皇后 也仅仅是一个 中国对皇后的训练 这个规范呢 也仅仅是这个 这个就是后宫里边的这个种训练 就是看那个什么女犯啊 这一点东西 就是他们的责任 就是在训练 皇子 这个 这个 公主 所以他们的功能是这样 就是中国古代对这个后宫的要求 对皇后的要求 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可能是要一个贤良的 性格 就是西战后如果说 西战后的当时这种 持截当中了 半个世纪 就在中国历史上 像那个没有当中的皇后 可能做的就是 大家觉得 说的比较 比较 比较 就是大家能够认同的 比如李世民的 这个掌声皇后 出现当中的马皇后 这都是中国皇后的典范 那么西战后呢 当然没有走上那条路 皇帝很快去世 那么他就后来就带着 带着这个 儿子 在这种 就是替儿子看守了天下 看守了这个 这个这个江山 那么这样的就是 他后来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两个儿子 实际上他是经历 他经历一辈子 他是经历了四个皇帝 就是他的父亲 咸丰 他的儿子 同志 他的过季的儿子 光绪 那么直呼 临死前 又安排了 就是宣统 说他 他的一辈子是 七十来岁 见了四个皇帝 当然还不止了 他见到还不止了 那就他 在他手里边 就有这四个 实际 大事情 那么这呢 就是说 看到他应该说 他是一个 在晚前的 这个政治变局当中 当然他起了非常重要的 最后的这种把关者 就是在过去 在革命史与世当中 中国的近代 从1842年之后 就是一个下行的局限 就从原来 潜龙皇帝的鼎盛 之后 逐步逐步下行 逐步逐步下行 落后 挨打 被动 挨打 一系列事情 都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 那么这种解释呢 当然 你说这个国家 往下走 责任谁 责任当然是 最高领导人了 那次一代后 在这里面 大家就承担这个责任 那么后来 这些年 我在研究晚清 我在研究晚清 我们讲 去讲晚清 我多少年来 我就在讲 我们要重新认识 近代中国 要重新建构 晚清的叙事 那我在建构的晚清叙事 和近代中国的路径当中 我想确实在 潜龙之后 中国的 中国的这种 国际地位 中国的发展 有一个下行的东西 就确实是从 潜龙的农业文明的 最鼎盛18世纪 往下走 这个衰落的一个过程当中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呢 这个衰落的过程 其实在 在这个 在这个就是 1860年 洋文运动启动之后 其实中国的发展 是一个上行的趋势 就已经从原来 这么一种被动的 和西方的冲突 一系列冲突 在英法联军的事情 解决北京第二线令之后 中国就开始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么这个上升 上升的趋势呢 我们把它看着就是中国工业革命的发生 就中国本身在西方工业革命 影响下中国的工业革命发生了 我们看到就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的工业化 我们今天可以去批评那时候发展还不够快 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 中国的工业化 城市化 是从零开始的 那么虽然我从1861年开始 一直到1908年 就是次自7年 次自8年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面貌 就中国的面貌 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就中国的工业社会的基本架构发生了 就原来中国没有任何工业文明 没有任何工业 那么到了1908年 次自8后光丘黄帝去这时候 中国的工业 应该说还是获得了巨大发展 原来在那之前 中国没有接拿外国的任何的外国资本 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都很 在这个建筑清朝之后 在明清时期还不能像宋元时期那样 在中国境内自由经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了1860年之后 随着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新竹条约 是三个条约的发展 其实中国和世界的沟通 已经相当的密切了 那么次第五在最后生命的最后几年 又推动了 或者你讲次第五推动了 或者讲他被动的推动了 中国从一个地质 专制体制 向一个立宪体制的转型 我们过去革命史的叙事都会在讲的 就是说 清帝国的这个就是晚清的政治变革 君主立宪是个 耳系一样是假的 但是这个我是从开始做研究 我在都市里我都不能认同这个看法 一个国家的体制的变革 说成耳系 这本身这种说法就是耳系 一个国家的体制变革 能够走到从新政 走到这个宪政的推动 走到预备的一些 走到各省资议局的开议 这都在资议大会在的时候 那么之后这个 这个资论院的开启 这整个就包括 特别是这个什么清廷县法的大纲的颁布 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我们放到大历史上来讲 我们不讲到今天为止它的意义 我们讲在中国大历史上 就几千年历史上 发生这种根本性的冲突 根本性的改变 不但我们到今天为止 我们转到现代国家 可能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在资议大会当政的这四十多年时间里面 应该说中国社会的变化非常大 所以去讨论它的功过 我个人比较冲向于 其实我们应该看到 就我一直讲 我讲要温情的看待历史 温情的看待仙人 我们就是当然也可以看到 就是资议大会的这种时代的局限性 但是一百多年之后 当它成为一个话语的一个绝对的弱势的时候 我们可能更应该看到 它留给历史的积极力面 这种正面的东西 但我想可能要是从这种来讲的话 可能是能够表达我的一个大概意思吧 感谢马永老师的耐心解答 使我们受益匪浅 在今后遇到这个慈禧的相关问题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思考和参考 那么今晚的这个对谈 就正式的正式部分就结束了 那么下面呢 群友可以用文字 向马永老师提问 进行这个互动环节 好的 谢谢大家